我们的房屋管理员这么早就到了 从来没见过自己房子的房主 你能想象吗 这个房主呢 大概两年以前买了这栋房子 买房的时候人没有来 收房的时候人没有来 两年后的今天 房主们来了 半个月以前呢 房主联系我们的管理团队 说要来看自己的房子 我们就已经跟租客提前安排好了 昨天呢 房主问 我的房子在哪 这两年呢 变化挺大的 之前呢 一百万买的 现在一百五十万了 从收房到出租 这个都是管理团队一手大力的 出于保护房主隐私的目的呢 包括这个街景啊 还有房子的门牌 这些我们都是不能拍的 房主特别喜欢院子角落里 这棵橙子树 房主跟租客聊得很开心 也很喜欢这个房子 之后呢 就带房主来看一下 小区里面的这个大的泳池 非常的漂亮 除了泳池之外呢 还有室内的会所 另外呢 还有山景的网球场 希望有一天呢 房主可以住到这里